最近有两个朋友不约而同的 把他们以前的翡翠手镯 拿过来跟我讨论 因此有了我做这一个影片的一个动机 那在这个地方我们先来芥蒂一下 什么是翡翠A过 什么是翡翠C过 翡翠A过通常指的是天然 没有经过任何的处理 所谓的B过呢就是经过酸洗 那C过呢就是通常指的就是B加C 就是把酸洗过后的翡翠 在进入蓝色的一个过程 把它变成任何我们想要的一个颜色 在我们生活周遭呢 常常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一个手镯 这些手镯呢 到底是不是刚才心里面想的北翠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预示呢 我相信是很多人都很想要了解的一个问题 之前我们曾经有做过一个 洪匪的一个方向观察的一个影片 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们常常在讲翡翠的A货 是指天然无处理 可是很吊诡的是在市面上 他们会将烧过的翡翠或者是我们所谓的加热的翡翠 也列为是A货 因此在之前我们才推出如何去判断有烧跟无烧的烘焙 天然翡翠的A货呢 如果是完全没有处理 也没有经过烧过 我们可以看到它有三个很主要的一个特征 比方说它的颗粒边界是很清楚的 另外它可能会有像棉絮状的一个包裹体 在夜间里面呢 通常把它称为石化 还有呢 如果它没有经过酸洗 那它本身呢 可能还含有这种黄色或者是黑色的一个包裹体 黄色指的就是我们之前讲的 它可能经过一个含铁的一个物质的一个风化 所留存下来的 那黑色或者是绿色的这一类的一个包裹体呢 可能就是它的一些共生矿 处在里面所产生的 那从右边这张图片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就是很典型的 有黑又有点绿的一个共生矿跟翡翠共生 这个呢 就是含有这种含黄色的一个风化的一个痕迹留下来 那这个也是大片的黄色 甚至颜色只要遍布比较多一点 我们还会把它叫做黄翡 那这也是 有时候商业还会把它称作是猫尿 因为它颜色很像猫咪的尿尿的颜色 那如果你看到是有这个猫尿的特征的话 通常它没有经过酸洗的机会就非常高 因为如果经过酸洗的话 这种含铁的一个部分呢 都会变不见 那这也是很典型的 在它的一个表面 有这种含黄色的一个包裹体的一个存在 B或止的就是经过酸洗 C或止的就是将B或再经过蓝色 那这时候它呈现的一个绿色 可能就不是像翡翠原生色的一个颗粒状或者是丝状 如果是黄色残留在缝隙之间 或者是红色是正常的 可是如果刚好是绿色或紫色这种颜色 残留在缝隙之间 那就是有问题 因为绿色或者紫色 它还有白色这三个颜色 它本身就是翡翠原本的一个原生色 所以它不可能是长在这种 后天这种次生色的一个生长的一个范围 在右边呢 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一个翡翠的吊坠 中间呢 有一些绿色 那这个绿色的范围呢 你可以看到 它绿色的形成的一个样貌 是有点点像水踩在水里面晕开的一个模糊的一个样貌 经过一个放大观察 我们可以看到 即使再怎么放大 这些颜色呢 还是形成像模糊的一个博物状的一个样态 甚至呢 在这个绿色的一个分布的一个范围 我们还可以看到有很多 后来形成的一些大型的一个裂缝 这个也是 这告诉我们什么呢 翡翠的一个B或跟C或呢 它必须经过酸洗 那酸洗的过程之后 因为酸洗之后的一个商品是非常的一个 就是像我们书语讲的呼呼 或者是非常的一个弱化的一个结构 所以通常我们会用这种胶来把它固定住 如果一个灌胶的一个动作呢 会让这个翡翠看起来非常的透明 那长得就很像所谓的一个冰种翡翠 如果在这时候我们也在附着上 所谓的一个染料的话 那它通常就会产生这种 很漂亮各式各样我们想要的一个颜色 因为这个胶本身不是翡翠本身里面的一个物质 经过一个时间的一个演变 随着这个胶本身的一个热胀的不说 它逐渐的它就会作用在这个翡翠里面 而造成这个翡翠本身的一个破裂 另外如果你透过一个放大镜 去观察翡翠的B过或C过 你还可以看到它的表面去有这种 所谓的一个酸式光纹 通常在刚刚做好的一个B加C过里面 你是看不出来 因为它上面上了一个蜡或者是油 所以它可以造成这种表面的一个假象 可是随着时间的久远 这个蜡慢慢的褪去之后 你慢慢的就可以在这个表面上面 看到就很像干裂后的这种 大地然后出现的这种凹凸 凹下去的一个现象的一个表面 那有些人就会把它叫做像蜘蛛网纹这样子 这个其实你用放大镜 然后在一个反光的条件 就在窗户旁边有阳光透进来的 你就可以慢慢看到 但上面呢 整个会遍布在一个它的表面上面 然后彼此相连接着 那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以这些为例 我们可以看到 像这种凹下去的地方是经过酸洗之后 所造成的一个裂隙 那造成这个裂隙呢 再加上灌胶 灌胶就会把这个裂缝的地方去填满 填满在这个表面 那贴满这个表面 因为这个胶的物质跟翡翠原本的东西不一样 所以你就会看到 俗称的一个酸食网纹在这个表面上面 有了这些的一个知识 那我们来看看 这两个竹子 就是我们常说的一个飘花手竹 现在你可以分辨 它们谁是染色的C或 谁是天然的翡翠的马 这两个竹子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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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